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EMPUS的《休仔工房》 過去星期的週中歐洲賽 談論的焦點落在守門員身上 先有歐霸杯 盲聯的門將迪京亞交給哈里麥加額 接著在聯賽 即是星期五深夜那一場 就是阿仙奴在二十多三十秒他們門將藍絲 也有幾大的犯錯 交給對手 最後阿仙奴只能夠和修咸頓打成3比3 對於阿仙奴來說 那個針標路途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由主動有機會變成被動 而萬聯也率先失去了一個捧杯的機會 這個就是歐霸杯 那麼很多人談論 哈里麥加額和迪基亞 我自己個人來說 迪基亞的責任是比較大些 因為這兩個龍門的犯錯都關乎到 後場的build-up 由龍門開始 迪基亞和藍絲道同樣 其實都有很多的選擇 當然犯錯就不能回頭了 但是現在強隊的打法 領隊的要求 很多時候都希望由後場 死球 龍門球 由後場龍門開始build-up 希望類似可以由後場組織上去 利用龍門用腳 方便就類似打多一個 多些空位 猜鬆些 那個足球的理念 類似的呼數 就是五人足球 但是不同的地方 五人足球 龍門出來用腳 搏球 搏腳 很快可以造成一個進攻 大球是有點不同 所以近年都經常見到 在後場build-up 由龍門開始 有些是很好的演繹 當中也有些近乎走火入魔 覺得未必有時候需要 每次都這樣做 加上如果你每次都這樣做 對方在戰術部署上都會遁食道 說了很多龍門的情況 這個星期周中 萬聯方面都認成為焦點 記得說回萬聯接下來 將會在足中杯四強 一場鑽客對著白禮頓 其實剛剛迷回帶 在周中的歐八杯都講過 都對萬聯 是不是可以贏到西維爾 我是有很大的保留 會真正受到考驗的 一直強調 剛剛這四場球 其實萬聯都是鑽客 贏完森林 接著鑽客就是西維爾歐八杯次回合 今晚就會鑽客對著白禮頓的足中杯 之後有一場鑽客的英超大戰對著熱刺 加上很多雙兵的情況之下 我自己個人認為 那個排列的情況 其實上次都有說過 萬聯現在聯賽杯就拿了 勾聯賽的前四首要目標 然後我自己覺得足中杯 反而重要性不在於歐八杯之下 純粹個人看法 萬聯都繼續有很多雙兵 不齊腳 但是說舒服的復出 我對萬聯作客入球 在足足中杯仍然有一定的信心 但是白禮頓方面真的很難遲 在休息時間比戰方面 白禮頓絕對是在萬聯之上 他們上場有個挺有趣的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上場白禮頓作客對著車老師 作客白禮頓 當一比一的情況 當時看到外奸 看好白禮頓能夠贏車老師的賠率也好 顯是在全城的dag 있다 迠述白禮頓作客 因為為那洲有熱學士 這方面我想也挺令人意外 反映成白禮頓方面强勢 近期他們都比較少輸 participant 然後輸的經 texted 但看到有病 said 但留意到白禮頓它們家的赛使 近期的球場都有球進 他們是便宜方的 在整體方面 進攻都非常流暢 很有信心 三仙分 另外超新星 艾雲奎格信有機會因雙拳陣 但相信賭哥的韋碧克如果上陣的話 始終在白禮頓方面前市 都是有入球的保證 白禮頓現在今時今刻的勢頭 那個打法 所以這一場捉獎杯 反而沒有說 周中那場歐巴杯這麼有信心 慢慢贏不了 這一場我覺得很難猜 但是是不是真的看得很低呢 曼聯我又不敢說 所以這一場球我看回形勢 各方面來說 我反而覺得這一場球 雙方有機會合演一場 就是入球不少 很刺激的賽線 我估計這一場球 曼聯又入球失球 白禮頓入球有保證的情況之下 估計入球會不少 希望今晚雙方會合演一場 好看的賽事 優仔多謝大家 和支持我們安博體育傳媒 下次見 想緊貼最新的足球籃球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 幫助我們安博體育傳媒 如果是否喜歡安博體育傳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